晚上睡觉你会做梦 梦想什么 梦中的境界 就是善悦夜中发现的时候 在梦中发现了 醒来之后你要有警觉性 为什么呢 人临终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 现在梦中的这个境界 就是你临终那个时候的 那个境界 像方福 你想得这怎么办 想到这一点 警觉性才能提起来 你不能不怕了 还想不想继续搞六大轮回呢 轮回真苦啊 特别是 身在现代的社会 太平盛世 不容易感觉到 乱世是非常明显的 还干这个事情吗 不能再干了 那得想出轮回 出轮回 除念佛之外 别的方法都难 别的方法都难 敢听借铁一句话 凭我们自己能力做不到 念佛是凭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以要记住就是 踏利法门 我们现在要常常想到 我没有一起悟念 我还有没有写进 写进 就用 佛经上讲的 这个五大类 时时刻刻 简典 第一个是 神经 边境 间取经 戒取经 邪经 所有一切 不正确的见解 我有没有 有怎么办 古大德教导我们 不怕念旗 只怕就持 这就是旗 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你是凡夫啊 你要不起这个念头 你是圣人 你不是凡人了 六道凡夫 哪有不起念头到底呢 正常的 祖师大德教我们怎样 把他换掉 用阿弥陀佛 把他去而代之 第一念 邪念起来了 自私的念头起来了 第二念 阿弥陀佛 这叫念佛 这叫真会念啊 这段事情 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把他搞熟啊 天天学 认真地学 是很熟的很熟 啊 邪念才一起 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 啊 贪嗔之慢的念头说 我念 啊 我念才起来 阿弥陀佛 邪念才起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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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